台东县民众服务社联合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 与第一师子会办理的母亲节庆祝活动 5月11号在纳罗湾大酒店二楼荣重的举行 有在座尽心尽力的议员和长官 才有办法促成这个公益活动 我这里不多讲 因为所有的母亲待会 所有的主角都是他们 有一个职业 他是24小时不能休息 他必须早上也不能休息 晚上不能休息 那他把他的这个青春 就付出在整个家庭里面 这个职业是什么 妈妈 对 这个职业就是我们的母亲 那大家呢 回到家里面 也跟自己的妈妈说声 我爱你 我相信这是我们平常 大家比较不会 把他挂在嘴边的话 因为我们中国人 我们当时 是比较坏 但是今天我们来这个 回到回到回到的时候 把我们的阿母说一声 我爱你 他应该感到更加温暖 事实上我们现任的理事长 他不是出国的 他是回屏东 因为他妈妈也是表扬 在屏东表扬魔法母亲 他等了五十几年 因为他妈妈五十几年来都收寡 护养他们五个小孩 所以他特别马上赶回去 然后跟他妈妈一起同乐 所以他没有办法过来 所以今天要很恭喜所有受奖的母亲 不是只有你们的荣耀 你们的认老认厌 还有你们无言无悔的付出 不是只有你们快乐 真正快乐的是我们这些子弟 子女 因为有妈妈的小孩是最快乐 最幸福的 接受表扬的二十位热心公益 模范母亲 有台东市曾阿粉 绿岛香苏丽美 盐瓶香胡淑胶 碑南香李方妹 鹿野香周菊英 观山镇朱淑梅 海端香何桂兰 池上香李淑珍 东河香夜王必分 陈宫镇张花 太马里香赖美莲 金峰香张德英 大午香王春平 达仁香丁秀玉 台东县冯慧娟 台东县吕秀兰 第一师子会 宋王秀邪 不动产商会江荣娥 不动产商会黄张蓝妹 长冰箱黄阿妹 妈妈们在家人的陪伴下盛装出席 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妈妈们 谢谢你们给一个给家庭安定的力量 给社会安定的力量 因为有你们我们才能够一直不断的成长跟进步 真的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能为各位做什么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更亲民的政治环境 更好的投资环境 让更多人可以来台东 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得健康 然后可以赚钱 任何爱我相信都没有办法跟我们胡迈来比喻的 在这个温馨的时刻里 我说祝福在座的所有我叫的妈妈们 母亲也快乐 云舞集所带来的舞蹈演出 及陆野建峰乐团的歌声乐曲 是午餐进行时最好的气氛调剂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